想不想要你的出球轻松打到后场底线 就会这一个发力 你的球就可以轻松打到后场底线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一个概念 我们的球怎么样才能够飞得更远 决定我们球飞得更远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球速越快 球是不是会飞得越远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 机球的这一瞬间的飞速更快 那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机球的瞬间 飞速更快呢 那就是你想一想 你在跑步的时候 什么时候跑得更快 什么时候跑得更慢 那肯定是顺风跑得更快 逆风跑得更慢 对吧 所以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我们反手的三段边甩 把这个三段边甩学会之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三段边甩 非常轻松打 你看 基本上都不用发力 这个球怎么 被你轻松的甩出剑 甩到后肠底线的位置 首先我们三段边甩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手臂当做是 鞭子的三节 大臂第一节 小臂第二节 手上手指第三节 然后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提前架拍 提前架拍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追啊 架拍这里非常关键 我给他看一下 哪个架拍是对 哪个架拍是错好吧 先看一下哪个架拍是对 第一种 这第一种 第二种 哪个架拍是对 哪个架拍是错 第二个架拍才是对的 为什么第二个架拍是对的 因为我们在架拍的时候 很多球会出现一个问题 要将自己的手肘放在外面 因为你正手发力的时候 是放在外面 但是反手一定要切记 反过来 为什么 这个是给我们的发力留空间 你看 我们在打反手发力的时候 我们必须 必须留出一个 从内到外 从收到展的一个空间 我们才能够将力量给爆发出去 所以我们在发力之前 一定要 刻意地将我们的手肘 收起来 贴住我们的肩膀 贴住我们的身体 然后看我们手腕这个位置 非常关键 我们手腕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这样放 不要这样放 要放在自己 你比如说右手 你要放在自己 左边脸颊的侧边 要形成一个V字架拍 并且 这时候你还是一个 力万的状态 这时 你就可以通过你的三段边甩 轻松地将球打到后场底线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点 V字架拍前提准备 第二个要点 就是我们的顶走发力 我们在摆臂的时候 千万不要很用力地 同时向我摆出去 一定不要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的是 机球这一瞬间的回缩 其实我们的大臂和小臂 你可以把它当成 你玩游戏的时候 这个是ADC 这个是辅助 对吧 我们要把我们的大臂当作是一个辅助 向后顶走 控制我们的发力方向 比如说你要向前发力 向前顶 向斜线发力 向斜线顶 给上一个 向相对应方向的一个关系 然后小臂呢 再顺着关系 再向前摆臂 给上第二段关系 通过大臂和小臂的带动 你的手按手指 就可以顺着关系 这时候速度已经出来了 对吧 你就可以顺着关系 再去做出你的力万万弦 轻松地将球打到后场底线了 能不能 来给他看一下 我们这时候 通过这个三个人一甩 结合我们刚才讲的 是不是 几乎不发力 就这么随便一甩 这个球已经怎么 就这么随便一甩 不要发出键 这个球是不是很轻松 就能够打到后场底线 对吗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让大家学会的 三段一面甩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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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